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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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大家好 我是可可 本週更新來到8月的第一週 我們就來看看本週的更新 到底有哪些細節吧 並且呢 跟大家說明就是這次的 加期通行證的面頰 到底會不會讓整個市場流通 會根據我的分析來做講解 跟各位聽喔 就準備這次的更新終於吧 GOGO 遊戲內容介紹 首先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這次試煉之塔 第十季啊 第十季開始 那時間部分8月7號到8月21號 持續兩週的時間 打法應該不用多說 但這次金碧府跟艾爾芬府 是第一次的試煉之塔的開放 所以他這次就有開放那個強化卷軸 是一百萬可以購買 那家人的歷史非常非常多的 接著下一個部分是全新的潛力咒語啊 有一個新的潛力咒語內容 不管是一般高級稀有 英雄跟傳說都有 那就是可以透過咒語商人 或者是潛力咒語的商店去購買 那購買的數量的話 一般高級稀有的英雄 應該都是對應的數量消耗 那這些加的數值呢 一般跟稀有的數值其實加的蠻好的 蠻不錯的 如果說你是已經換了子季的朋友們 這些就可以開始準備去囤咒語幣去兌換囉 接著下一個部分 新增了全新的物品 死神的帳目 那死神的帳目使用過後 就是3小時內 就可以讓支配服的人 看不到你的地圖位置 持續到結束時間 或者是死掉就會沒了 那這個帳目如何獲得呢 就可以透過移動卷10個 傲慢之塔補充11個 就可以去製作 如果說你這邊是歷經戰區的地方 這個東西就很好用囉 好 新增團結護身服 那這個團結護身服不用多說 那它的效果持續時間 是持續到10月2日 好 再下一個部分 老活動啦 就是歐靈的探險大作戰 那歐靈探險大作戰 就是每天一個小時 可以去探險這個 這個歐靈的 娃娃的探險的內容 那它這個最主要的話 是針對這次魔法娃娃的收藏 就是娃娃收藏的 那個去做探險的 那探險的過程中 也會獲得金色碎片 那金色碎片呢 也可以去兌換一些不錯的物品 好 下一個部分 運含裝備氣息的符咒 這個東西又回來了 它的效果時間 持續10月2日 那再簡單概述一下 它這個東西的用意是手 首先你可以透過藍裝 去製作5個氣息 去強化這個符咒 那這個符咒呢 最高最高 可以強化到9階 到第7階之後 就可以用紅色的氣息 紅色的氣息 就是用紅裝 才可以去製作 那這個加速值呢 一般般啦 那我個人呢 是都做到 他那個階級 可能到30%左右的機率 我就不會再去做了 就給各位做個參考囉 接著下一個部分 秘籍製作 那秘籍製作的部分呢 這次的篇章是 命中傷害篇 那他所需要的材料就是 各式的伊瓦 沙哈 帕格里歐 跟美服的標記 就是夢幻樂園 打到的標記去製作 那金幣服的朋友們 這種秘籍呢 可以透過金幣去製作 這個收藏的部分呢 它是現實的收藏 大家再注意一下時間囉 接著新增是金幣服 跟艾爾芬的 艾爾芬蛋蛋的製作方式 那這個製作方式 是永久可以製作的 可以使用夢幻結晶 再加上力量結晶 可以100%製作 這個 艾爾芬蛋蛋三顆 這個呢 我會建議 如果說有的話就做 有的話就做 這個艾爾芬蛋蛋 他給的金幣其實量 非常非常的多啦 禮包內容更新 接下來到禮包內容的部分 接下來周禮包的部分呢 這次的內容輪 輪替到是閃耀防具箱啦 那伯吉平陣樹的部分 是可以製作其他的道具 大家比較矚目的 應該是這次 烏克努斯特別製作陣樹 可以做什麼 這次的部分 輪替到了 勇士的面頰 加8的部分都可以去製作 那這個製作的部分 是機率性製作 5個可以做一個加8的 10個部分可以做個數的 加8的 這個也是機率的 如果說你有16個 特別製作陣樹的話 就可以直接做成這個加7的面頰 所以它是屬於保底製作加7 然後機率性製作加8的 如果說你是本身有在 偷偷通行陣友的小課玩家們 我會建議就是多做加7就好了 加8的機率 其實我覺得機率應該不高 接著下一個部分 就是農資加護的材料箱啦 那每一包的部分是500鑽 加護證書的部分呢 其實可以讓你去使用 把加7的各式的面頰 去製作成加護 藍色的部分是10個 紅色跟紫色的部分 是各需要50個去製作 藍色的機率部分是30% 紅色的部分是20% 紫色的部分機率是5% 所以這個就是看個人 看個人去拚啦 如果說現在相對來說 比之前都好拚很多了 所以如果說你是有運的話 有鑽石的話 可以去透過這個方式 把你各個的面頰都點到加7 所以是比以往點加7來說 會便宜蠻多的 接著就是常態性的幸運箱啦 那內容物的部分 簡單概述一下 就是幸運袋的部分 可以開氣息 結晶體的部分 可以開收藏結晶 那製作證書的部分 是可以製作 每兩包 可以製作一個紅咒卡 是專職的紅咒卡 每日烏勒庫斯的方塊箱 那方塊箱一樣是 保底每次可以開200個咒語硬幣 那製作證書的部分 是可以製作成幸運方塊的啦 收藏品評證的部分 是時效的收藏 下一個部分 每日精選卡片箱 每日精選卡片箱的部分 就算是兩個大師精選 一個一張 那這一個一張的部分 是可以抽到各式抽卡 抽不到的 紅卡紫卡跟藍卡 那這個部分呢 就看個人要不要去拼這個東西啦 因為畢竟這些 稀有藍卡跟紅卡的部分 大家的收藏也是 有一點點的不錯 每日皺臂幸運箱 每日皺臂的部分 這個應該不用多說 皺臂的部分 每箱可以開到30 最差最差 總共可以開到450個 這是最差 每天可以開到450個這樣子 好 再來兩個變身外觀的 娃娃外觀的籤道 各是2000轉 那14000籤滿了 可以獲得這個 探險娃娃的魔法箱 那有機率呢 可以開到紫色的魔法娃娃 跟紅色的魔法娃娃 這個就是看機率的 那如果說真的很差的話 就是開到藍色的啦 好 那再來就是新增 這次通行證的販售內容 那這個部分是 舊服試用的 上週是開放給新服用 那這次開放的部分 這部分是加7的勇士面甲 就是那個白面甲 每一個是2000轉 只能買一次 那融資加護的部分 每個是100萬金幣 可以買10次 各角色呢 只能買一次啦 就算是給你簡單的路 就是透過這個通行證方式 給你那個加7的面甲的入口 入手門檻 接著下一個部分 是融資閃耀的房具箱 這個就是商城製作的箱子 那每包的部分是1300元 那可以換到5個加5的閃耀房具選擇 跟10個閃耀房具的箱子 以及融資加護證書 每週可以買8次啦 這個部分呢 我是推估啦 如果說真的要買的話 我應該是大概加10 大概買一滿的話 應該就有機會可以弄到一個加7的 但這個就看個人啦 如果說我本身是已經加6 都已經做好成加護的 我就不會去特別搞這個東西 因為對我來說那個成本的太高了 除非啦 除非真的是沒有辦法 沒什麼東西好提升的話 就會開始針對這些東西去提升了 好接著下個部分 新世界的部分 那新世界的部分呢 是首先第一個 放線時破片箱 每包的部分是500鑽 每週可以買8次 這個就是針對如果說想要買奉獻 想要針對奉獻時 還沒有強化到完成的朋友們 就可以用這個禮包去買 那個常態性的禮包 幸運箱禮包一樣 每包部分是1300元 然後幸運箱部分 可以開到黃金的 幻象思念石頭 幻結晶可以塞收藏 製作證書的部分 可以換到藍抽卡 好接著 簽到鑄幣的部分呢 每天可以獲得這個煉金結晶體啦 那14天簽滿的部分呢 是可以獲得結晶箱 有機會可以開到400個結晶啦 好金幣世界和愛爾芬世界 也有鑽石簽到 各式一樣 變身跟娃娃各式2000鑽 那一樣14天簽滿呢 也可以獲得這個 探險的魔法娃娃啦 也是一樣 開到機率的傳說 好接著換是 NCsoft一些小更新的內容 那首先第一個更新的內容部分 或者是在移民或者是重創的部分 就確認這個角色的名稱是否有重複啦 第二個部分呢 是針對競技場的部分 開放社交名單啦 就可以透過世界競技場去針對指定的敵人去警戒 之前都是針對服內 就是統一世界才開警戒 那現在是開放到可以進行世界了 那第三個部分是 血蒙修煉場 是新增了一個優化 就是針對這個松木魔上的優化 那在世界以及競技場的地方呢 是可以使用任務的功能啦 就像之前那個每天要按那個卷軸的部分呢 就可以是在世界或者是競技場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好回顧一下本週的更新重點 首先第一個部分 是第十季的試煉之塔的內容啦 準備開跑囉 那這次時間是到8月21號喔 第二個部分呢 新增全新的潛力咒語 以及新增的消耗品 死神的戰目 好那第三個部分 就是探險魔法 探險歐妮探險的王蛙大作戰啦 那以及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運航裝備的氣息符咒 又再次回歸囉 以上就是本週的更新重點啦 那這次這週的更新重點呢 應該大家都會比較矚目在這個 加7的麵甲 以及這個加8的製作麵甲的方式 那目前啦 目前應該是正確的推論沒錯 就是會輪替的製作 每週的週禮包的東西 所以就可以 有些像是有的中小課呢 就可以針對你想要去製作的內容去製作 就譬如說 我想要做麵甲 我就等到麵甲那一週的輪替 我再去製作那個東西 再去買那個週的週禮包 就不會像以前一樣 都是可能就是那個東西 開三週 那個東西對我來說 沒有太大用處這樣子 那這一次的加8 可以透過這次的特別製作證書 這週的週禮包去製作 我是蠻意外可以做到加8的啦 那加7的部分呢 應該是有機會是有機會可以流通的 就是讓大家可以去製作加7這件事情 都可以做加7的麵甲 那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加7的麵甲 現階段大家應該只能做到一個 那剩下的部分都是要靠自己的蠻力去點上去 所以說如果是中小課的朋友們 就是跟著這個禮包去做到一個加7就好 如果說你要再拼到第二個加7的話 我認為會有些難度啦 那以我本身呢 我本身加6的麵甲都已經做好了 然後加戶也都做好 我就不會特別再花鑽石去把這些東西提升上去 那除非我真的是提升到沒有什麼東西好提升的話 我覺得他還把這個加7的麵甲弄上去這樣子 或者是提前準備好加6的水麵甲 好以上就是這次的可可心得啦 那如果說你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再幫我點個讚啦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 再幫我在左下方的訂閱幫我點訂閱喔 感謝各位收看 這次的更新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是可可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各位晚安 掰掰